歡迎來到新聞的現場 我們在看 農業的暫時 睡在中東府頭前的 這個凱達哥蘭大道 第二次抗議農地徵收 今天早上 他就起來 在中東府頭前 打車子 最拜五個新農大地 希望政府趕快 讓土地徵收到的收法通過 不過 憲政他好像說 要保護特定農業區 所以沒有說一定會保護 一般的農地 新特地等跟特別的農民說 一定會拚也犯恐 都免得把車子壓力開到 在中東府頭前打車子 要跟政府說 沒有這麼牛市堂車 送都滑下去 只有一個 巴田的地方 都是農民的心會 特別來的老農民 誰見像 正在我超過一家族 他說絕對沒有 原諒政府政府的土地 拚死也會懷恐到地 到了農市委國地農村 搭來台北的農作物 農民跟農民團體 手掌香 牽涉感謝五個新農大地 保備 風調 烏順 五個 風修 也基礎 天公伯 讓惡法 土地 頂修條例 修法完成 不過只想到政府 經常想要保護特定農業區 所以沒有答應 要保護一般農地 他們說會讓政府看清楚 農民團體的力量有多大 如果說政府還一昧地用這個標準 關起門來再吹冷氣來做評估的話 那我們會比大補事件 會更大 十倍 一百倍的抗爭力 另外如果政府面對農民的分開 又繼續討論 看得不通 農民團體也沒有拜託 每年凱稻 更相似 決定明年農民要不要上凱稻的 不是農民 是政府 如果他們如此的自意妄為 如此的不聞不問 我相信如果這個修法 惡法不修 明年還是一樣會上凱稻 不般政府說要發展經濟的 誰是用特造農民 安基六月的手段來達成 農民說他們不管 我們行政議長 五對他們說什麼要有 同學得起 他們定要要 土地正義 記者 林鄭明智克風 台北報報道